中国国际航空的波音777包机准备从加拿大温哥华起飞 据传华为公主孟晚舟就是搭上这班临时安排的包机 火速离开加拿大 她搭机前的画面现在也曝光 只见孟晚舟有说有笑看得出心情非常好 毕竟她被逮捕1029天终于重获自由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人员还特地到机场替孟晚舟送行 孟晚舟一获释立刻飞回深圳 她还在机上发表签字感言 说马上就要投入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 静香情更确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其实登机前孟晚舟就已经谢过祖国 我想感谢我的祖国还有祖国的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资助 大陆网媒注意到孟晚舟左脚踝上的电子脚梁已经被解除 她回国的消息也再度燃起大陆网友强烈的爱国情操 他们说孟晚舟是因为强大的祖国强大的后盾才能回来 国家的强大是人民的保障 更直呼这是国庆赫里第一弹 中国人站起来就不会再下跪 孟晚舟与美国达成缓起诉协议 大陆也同时释放两名 加拿大公民外界猜测拜登和习近平上周通话 促成这场牵涉美中加三国的人质外交战提前落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